欢迎来到雪焰传媒,今天是9月5日,星期二,下面是今日重要加国讯息,安大略省省长倒戈,福特呼吁加拿大央行停止加息,央行自2022年3月以来已经加息10次,已遏制通货膨胀。 央行曾在2022年1月暂停加息数个月,以评估经济是否降温,然后在6月恢复升息。 福特在周日致信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·麦克勒姆,指出高利率使年轻人、新移民和首次购房者难以置业。 他敦促央行考虑高利率对维持生计的人们的影响,这不是首个省领导人提出此类请求的例子。 北施省省长大卫,一笔几天前也致信麦克勒姆,提出类似请求。 加拿大央行的任务包括维持低通货膨胀率,以促进经济和金融福祉。 但由于即将举行的利率决策,央行目前没有对此类请求发表评论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,并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。